其實很多人到了美國 會對美國的墓園印象很深刻 為什麼呢 因為美國很多是信奉基督教的 那基督教的墓園 很多都在草地上 看起來綠草如荫 然後有一些十字架的這個墓碑 但是現在美國人最擔心的是 哪一天可能死無葬生之地 為什麼呢 因為華人來了是這樣子嗎 國安 死無葬生之地 大陸人讓老美死無葬生之地 要用什麼方法 是國防嗎 還是經濟嗎 都不是 是用墳墓 很妙喔 來 我們先看看 我們曉得現在華人如洪流般 進入了美國移民到那去 但美國他們傳統老美的墓地 就像你剛才講 是長這樣子 整齊畫一 上面各立一個十字架 他們的墓碑是平躺著 當然啦 這是基督教的 也有天主教的 也有猶太教的 像天主教的風格 就是有很多的大理石雕塑 而猶太教的就是樹齊的石碑 但是 都有一個特色就是整齊 還有空間不會佔太大 但是現在 大陸人來了 大陸人來不是只有來人而已 他還帶來了他的民情風俗 而他們的特殊的上葬文化 真的是讓老美大開眼界 也讓老美非常的害怕 為什麼 我舉例 洛杉磯 那邊有一個很有名的叫玫瑰缸墳場 當然這是老美的墳場 不過沒多久 華人去了之後 他是在玫瑰缸墳場的附近 蓋了一個西萊寺 這個西萊寺就長這樣子 看起來也是滿莊嚴的 滿不錯 很有我們 他們這個中國文化的那種味道 但是啊 你西萊寺蓋在這之後呢 旁邊就有很多的這個上葬要在這邊舉行 你知道上葬 我想郭安你自己也是這個 中國人 你很清楚嗎 他們的上葬舉行的方法很簡單 就是開始 敲鑼骨 燒紙錢 吹滴答 還要跳大神 結果 那些老美看到這個 他以為他是看到什麼 看到電影 他是做法嗎 他以為是在電影裡面的做法 完全是嚇到就對了 真的是嚇到了對不對 還沒 當你看到這些 我講的這些中國傳統文化的出病的方式 老美已經嚇得 嘴巴都快要閉不起來了 這時候他突然又看到鄰車來了 鄰車你也知道嘛 中國人喜歡比大嘛 對不對 鄰車要比大 還要比什麼 還要比肉的酒 還要比什麼 還要比前面有沒有笑女白琴哭的大聲 這樣子 剛剛美國已經被你那些 所謂的這些吹滴答答跳大神 那些已經嚇到了 在看到這些的時候 真的覺得 哇 好吵喔 吵就算 吵至少人家也沒有侵犯到你 沒錯 no 來了 看看 這就是 對不對 華人的墳墓嘛 對不對 好 你去假想一下 待會兒我們這個圖是一個示意圖 你去假想一下 華人的墳墓就是要大 對不對 然後就是要給他圍起來 然後旁邊 這個墳墓旁邊如果是老美的墳墓 然後一群人 一群家族人來這邊 他下葬要來什麼呢 要墳箱磕頭啊 燒紙錢啊 然後呢 我玩換你啊 來 乖換你啊對不對 你玩就換我啊 然後旁邊的人休息 就坐在人家的墓碑上你知道嗎 所以變成說 你就妨礙到你旁邊 老美墳墓的安寧 好 你看看 這些 披麻代笑的儲品房子 當然這是 這個一部電影裡頭的一個劇情啊 但是 這些老美看來會不會嚇一跳 這不是 這根本不是我們西方文化嘛 是不是 沒錯 好 那我剛剛不是也講了就是說 還有 他會妨礙到其他老美墳墓的安寧 好 最後我再講一個 就是 除了這些 讓老美嚇一跳之外 還有就是 炒作墓地也讓老美不敢領教啊 有一個故事我先講 西來市當初在洛杉磯那邊蓋的時候 很多老美就抱怨說 那我們去那邊 這個掃墓的時候啊 都被你們交通給堵塞給妨礙了 結果啊 此抱怨話一出 就有華人說 那很簡單嘛 為了一勞永逸 也讓你封住你的嘴 我把附近的儲備墓地全部買下來 哎唷厲害厲害 這哪有什麼妨礙交通的問題 以後全部我們的 五星插流柳承宜 他因為這樣子 全部買下來之後呢 結果沒想到 一開發 長了好幾番耶 好 長了好幾番之後呢 現在 有很多人呢 還會說 我要買就買好幾個 你知道嗎 中國人就是在意那種什麼 什麼龜穴的風水啊 龍穴的風水啊 聽說還有人 一口氣買了十幾個 拿它增值是吧 對 遇你買十幾個 第一個是增值嘛 第二個是因為 以前這些人在自己的國家 在中國 他墓地只有二十年的使用權 現在一聽老美這個使用權是永久的 哇好過癮喔 不多買幾個 怎麼對得起自己啊 對不對 所以呢就是 增值也好 或者是 永久使用也好 但是你這樣子 你把墓地都買光了 然後呢 又炒作 那現在老美是不是真的會擔心 死無葬生之地 從剛剛中國的分析呢 我們可以知道喔 其實讓我想到以前有一句話 叫做台灣前煙腳目 但是事實上 現在對全世界而言 其實是 大陸前煙腳目 誰受到的威脅最高呢 根據我們的統計呢 應該是韓國 為什麼呢 2010年的時候 韓國還有71項的出口產品呢 是世界第一 但是到了2011年的時候呢 只剩下61項是世界第一 換句話說 大國崛起 大陸崛起 對韓國的影響 遠勝於其他的國家是嗎 沒有錯 一年之內 你知道 就是說 它掉了10項產品 對不對 其實 韓國還是有16項產品 去年晉升為世界第一的銷售的數量 可是問題是呢 它掉下來的 卻高達26項 被誰取代 被大陸取代了 而且 國安 這裡面最重要的是什麼 它掉下來 這26項產品裡面 都是鋼鐵製品 都重工業 液晶面板 石化工業 哇 這都是領導產業 對不對 這都是 什麼 這都是一種標的的產業 這樣掉下來 其實我跟你講 對他們的 這個國民所得 以及國民生產毛兒 是有很大很大的影響 所以 我們看在2009年時 南韓只有兩項被大陸超過 可是到了隔年就變成7項 到了2011年增到12項 到剛剛你說的 已經有16項上去 但是有26項掉下來 所以這個情況會越來越嚴重 也就是說 大陸即將成為全球最大的什麼 就是高科技產品的世界工廠 好 那我們看到這邊 南韓今年的出口 還是不明朗 為什麼 因為美元跟日元的匯價 匯率 現在產生很大的變化 年初 我跟你講到去年底到今年初 美元對於什麼 美元對於日元的匯價 是上漲的 11.3% 但是美元對韓元 就下跌了7.4% 這個不打緊 最重要的是什麼 是今年開始 安倍晉山首相 宣布推行什麼 無限量寬鬆貨幣政策就是幹嘛 就是印鈔票 印鈔票 對我印鈔票 就產生了匯率大戰 這匯率大戰一開打 代表南韓的產品 它的價錢要上漲 不管在哪一個國家 都會開始漲價 因為日元 他現在決定多印鈔票的話 日本產品是南韓產品 在很多地方的主要競爭對手 好 尤其是民生必需品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日本的貨品的價格降低了 可是南韓的產品 是沒有辦法壓低的 因為韓元升值了 那你怎麼辦呢 很多南韓的出口企業 尤其是中小企業 就會倒向滅亡之路 不打緊的事 不只是這樣子 現在韓國的 我們上次有很多 很多說韓國的大學生 留學生 他們到美國去 其實現在就有一個 實際的案例 一個姓金的 以前是什麼 以前是讓人家稱為神童的 一個小孩子 金姓的青年 他今年已經29歲 我先講他29歲 但是他是什麼學校畢業的 他是被老爸從 20歲就直接送到 美國的長春藤名校 很厲害耶 非常厲害 所謂長春藤名校 就是哈佛 紐約大學 伯克萊這樣的學校 而且老爸是 首爾的皮膚科醫生 你書唸那麼好 你給我去唸 我跟你講 學費不要怕 你盡量讀 教女朋友 老爸無限制 無限量供應你 每年給他準備 一億韓元的生活費 每年一億韓元 好多喔 新台幣好幾百萬 好 他就想 他咬著金湯匙 那我回來一定沒問題嘛 對不對 我老爸這麼有錢 結果你知道嗎 老爸說 回來你自己給我丟履歷 好 這個金姓青年 就自己丟履歷了 丟履歷丟了 一百多封 通通石沉大海 沒錯 你是長春藤名校耶 對 你是長春藤名校 但是 你是都是靠著 老爸的避應 才上來的 你根本就不成財 因為你沒有實際工作經驗 在美國連打工都沒有 南韓企業一看 你完全沒有工作經驗 履歷表一片空白 一片空白 你根本沒有 你的過去是白紙一張 到了29歲 我剛剛講29歲 現在回到這個重點 他最後怎麼找到工作的 還是老爸寫推薦韓 還是要靠老爸 所以這個就是 大家會想到 我們前一陣子說到 南韓的青年 非常難找工作 不是名校出來 現在連名校出來 都不見得一定找得到工作 還要靠爸 所以像這樣的靠爸族 在首爾街上比比皆是 那好 更重要的是 年輕人現在已經這麼難為了 對不對 根據聯合國經合組織 是13號公佈的 高齡化跟雇傭政策報告 韓國是65到69歲高齡者 的雇傭率為41%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他41%就代表說 韓國的高齡工作者 越來越不敢退休 他現在平均的退休年齡 達到了71歲 男人71歲才敢退休 女人要到69.9歲 相距不遠 為什麼 因為越來越不能夠退休 代表他們 一退休的話 可能他沒有辦法 在這個社會上 再存活下去 所以說其實 南韓的自殺率 不僅僅是青年 連老年人 也都面臨 因為沒有工作 而前景黯淡 意志力消沈的 同樣的社會問題 其實除了經濟問題 看起來非常的嚴峻之外 事實上世界各國更關心的 還有人權的議題 例如安樂死的議題 一直以來都是 備受爭議的話題 在比利時 其實比利時是少數幾個 有安樂死合法的 這樣的一個國家 可是在比利時 有一對雙胞胎兄弟 他們天生就是耳聾 但是他們希望能夠安樂死 那麼在比利時 也引起了一些討論的話題 韓斌 是 這對同卵雙胞胎兄弟 他們今年 到去年已經45歲 然後他們從小就 天生就耳聾 那耳聾之後 兩個人就相依為命 他們做同樣的工作 從小就生活在一起 然後一起長大 可是到最近幾年 他們發覺他們的聽力一直開始 那個視力一直開始退化 然後後來去給醫生檢查 就發覺 他們的視力退化大概是沒有辦法逆轉 可能到最後 他們兩個都會失明 那他們經過生思熟慮之後 他們就開始跟醫生說 他們是不是可以結束他們的生命 他們要尋求安樂死 那在我們一般人會覺得說 對 雖然失聰失明是很痛苦的事情 可是 因為你的生命畢竟還是能夠存活 為什麼會要去尋求安樂死 那可是布魯塞爾醫院 他們診斷之後解釋認為就是說 其實 人類不是只有身體的痛苦 才是唯一的痛苦 你精神上的折磨也是很痛苦 因為這兩個兄弟 他們已經沒有辦法再忍受 他們如果萬一有一天看不到對方 他們覺得自己再也沒有辦法生存下去 所以到最後醫院 就是經過生思熟慮之後 同意了他們安樂死的這個決定 然後就在去年的12月14號 就他們兩兄弟就在大廳裡頭 他們兩個一起喝一杯咖啡 然後就聊了很多天 然後到最後就跟所有的家人道別 然後大家還揮揮手 最後就去 就在微笑中 就這樣離開了這個世界 那我們會覺得很奇怪說 有就是安樂死有這麼容易嗎 其實當然沒有這麼容易 因為比利時雖然是全世界第二個 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 但他對安樂死其實還是有相關要求 第一個你要是成年人 而且是要有判斷能力的成年人 第二個你要出於自願 第三個就是 你必須要經過醫生診斷 就是你長期受到 不管是精神還是肉體上的折磨 而且經過醫師認為說 這個是沒有辦法挽救的 目前的醫療沒有辦法去治好你 你才能夠選擇安樂死 那比利時你知道 自從2002年合法化之後 到去年 一年有1133人獲准安樂死 這非常龐大一個數目 其中86%的人年齡在60歲以上 然後72%的人罹患癌症 其實我覺得 世界上其他這些 還沒有通過安樂死的國家 其實也要深思一下 人到最後你的尊嚴 是不是比你在繼續這樣苟延殘喘更重要 那當然全世界講到安樂死 最有名的就是這位醫師 這位捷克醫師 我們大家記得之前 前兩年有一部電影叫死亡醫生 由Al Pacino主演 那這個就是 美國的捷克科沃基斯醫生 因為他在短短10年之內 他自己宣稱 他自己安樂死的150多位病人 而且他不只是在幫人家安樂死 他還一直要訴諸法律 他希望能夠透過他的行為 然後讓美國 所有的美國的境內 都能夠承認安樂死的 因為到目前為止 美國只有三個半週安樂死是合法化 那所以就是因為這樣子 他到最後 其實本來人家已經睜一隻眼逼一隻眼 他不聽他自己綠色的圈告 他硬要去 要美國法庭起訴他 到最後也如他所願 他真的被判刑 一直關到2007年 才因為健康因素出來 那這位都是現在 在2011年也過世了 那我就覺得 他的凸顯當然有的人 每一個人的角度都不一樣 有的人認為他對 有的人認為他錯 但是我覺得身為一個現代人 我們都應該好好去思考一下 安樂死 他真的是一個非常嚴肅的議題 沒錯 安樂死 確實是一個非常嚴肅的議題 因為他牽扯到的層面 實在是太廣泛了 所以說為什麼世界上 現在這麼少的國家 讓安樂死合法 大多數的還沒有辦法 讓他合法的一個 最重要的一個原因 例如在英國 有話 在英國有一個癱瘓的男子 他一直想要追求安樂死 但是都不能如願 是嗎 這個人叫做尼克林森 他在2005年的時候 他到瑞典去出公差 結果發生了一件事情 他中風 因為中風 結果搶救得以把他救活了 救活以後 各位可以看 以後他只有眼睛跟頭可以動 他頸部以下 就是幾乎不能動 他幾乎不能動 他也不能開口說話 剛剛開始的時候 他還有一個求生的意志 認為他會好 可是到了最後 醫生跟他講 說你可能永遠就是這樣 永遠這樣子的時候 第一個 他生活沒有辦法治理 第二個 他又怕拖累家人 第三個 他認為他活得痛苦 於是他經過兩年的時間 跟英國最高法院 進行了所謂法律訴訟 進行法律訴訟 他是一心求死 他是希望他有尊嚴的走 他也希望安樂死 結果英國最高法院駁回他的請求 理由是非常簡單 他說尊重生命是一個人的基本人權 更重要的是說 這個法官說 安樂死是一個道德問題 而不是一個法律的問題 所以 他講了這一些話以後 讓 尼克林森 他瞬間信心完全的崩潰 他崩潰到一個什麼樣的程度 他還是說請求家人 就是跟法院一再的 讓他安樂死 那他甚至於接到判決文 他講了一句話 他說 我以為如果法院看到我的模樣 看到我生活有多麼悲慘 因為殘疾什麼都做不到 法官就會接受我不想活下去 讓我活著 讓我帶著真言死去的理由 法律也讓我繼續越來越沒有真言 越來越悲慘的生活 讓我很難過 那事實上這個案例他判下來以後 這個人決心是一心求死 結果他感染到肺炎 感染到肺炎 他就做了一個決斷 第一個他不去治療 第二個他不去用藥 他說第三個反正一心求死 所以當他求死成功以後 英國的法院他還是說尊重生命 是一個人的基本的人權的價值 這個不是法律能夠管的 然而他也在推特上面 就用他的眼睛 還有用他的轉頭 他去講他為什麼他想要安樂死 結果他收到了一萬四千多封的 那個網友的來信 網友居然同意法院的說法說 你應該要好好活下去 為什麼你要好好的活下去 他說非常簡單 他說你應該為你子女的做人著想 那換句話說安樂死 他究竟是一個道德問題 還是法律的問題 還是一個人的求生的問題 還是一個人權的問題 這是值得我們大家思考的 沒錯就像有話講的 其實安樂死就是因為牽涉的層面 這麼廣泛 所以說才不斷的在這個過程當中 受到很多人的討論 你知道世界上第一個安樂死合法的國家 是荷蘭 他在2001年的時候 安樂死來合法化了 但是這樣聽起來好像非常的人道 那麼也讓大家有選擇安樂死的權利 但是呢 鍾伯 據說荷蘭現在有這個病人 大逃亡 因為很擔心 被害死 荷蘭是世界上第一個 安樂死合法的國家 人家是深思熟慮過 經過25年的努力 所以他們的這個安樂死 也不是隨隨便便執行 他是必須要經過很嚴格的把關 不管是醫生的把關 還有法律上的把關 你看看這張照片 來 這就是一個荷蘭的 即將要這個 垂死的病人 那他如果他的意識 還是很清醒的時候呢 他跟醫生說 醫生我想安樂死 醫生不是說你說想就想 醫生會來幫你評估你的病情 評估完畢之後 如果醫生也覺得OK 你也自己在意識清醒的情況下 覺得OK 對不起 還有第二個醫生 你再來評估一次 你也覺得OK 然後 才執行 是這麼嚴格的 那這樣應該不會有事啊 2001年執行 聽起來非常合情合理合法 對 2001年開始執行 應該不會有事 錯了 2002年就是隔年 就有很多的老人 或者是重病的人 他決定要開始逃亡了 怎麼會這樣呢 他要逃亡 一定就是怕被害死嘛 為什麼 根據德國 格丁根大學的研究 他們發現 唉唷 這個數據嚇人了 說荷蘭啊 在他所調查的安樂死的病例裡頭 他調查了7000起的安樂死病例 那這個數字已經很大了 這個母體 母體夠大了吧 竟然高達4成 是在非自願的情況下 被送上極樂世界 我的天啊 是真的嗎 那你就是說7000起裡頭有4成 那不是有2800人 有點是非自願的情況下 蠻恐怖的耶 對 然後他講更驚人的數字是 還高達有一成的人啊 是他的腦袋還清醒著 我跟你講 雖然我不自願死 可是我腦袋不清醒 不知道 好像也有點就算了對不對 現在他講是有一成是 他腦袋還清醒 我不要死 結果我的兒女要我死 或醫生要我死 好啦 那很多的老人 或者是重病患者 就像你剛才所說 他們為什麼擔心自己 會被謀害 就是搞不好 食相受受啊 醫生跟家屬 我的兒女 就說 好吧 那就安樂死吧 沒經過我同意啊 說一定家財萬貫 我給你一億 你這樣安樂死對不對 你是我的耶 你們怎麼都沒人問我啊 是不是 不管是人謀不張謀才害命 或者是我的兒女 可能是真的捨不得 看我這麼痛苦 可是不管 腦袋是我的 要我決定才行 有沒有 你們四江壽壽 那我就會怕啦 怕怎麼辦呢 最近四個月 就逃了三萬人 管我告訴你 荷蘭法律在嚴謹也有漏洞 你知道嗎 他們只要有人 就是 比方說我是一個重病患者 然後我有時候在痛的時候 我就說 痛死了 不如死掉算了 不如去死好了 到時候 我的家屬 我的兒女 真的跟醫生說 好吧那就把我安樂死 結果我說 兒子 我只是因為在疼痛的時候 抱怨而已 講兩句那種情緒話而已 對不起 我真的如果被送上安樂死的話 法官會說我兒子無罪 因為安樂死 如果你是非法執行的話 要判十二年啦 很重嘛對不對 很重 可是我剛才講的 這個漏洞就很妙啦 因為有時候 病患可能在 情緒化的時候會講 不死